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原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57章 老龍團大王發 上次講到借著月色 我見到遠遠有兩個人走過來 一男一女 我沙別在想 肯定是柳向曼帶另一個人過來 那個男人是誰我就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敵人還是朋友 但望那個女生的腳步 就不只是被人迫著 也完全看不出任何緊張的狀況 我們四人剛剛吃完包 躲在大石頭後面 省微放鬆了一點心情 畢竟胡解放和李之豪都沒有過來 雖然緊繃的神經有一點放鬆 但我在兩塊石頭之間 用金腳蜘蛛摘了幾條蛛絲出來 用來做防禦 那隻金腳蜘蛛勉強摘了三條蛛絲 因為牠已經很虛弱了 這隻狀就快餓到瘋了 這東西和白元快鼠不同 凡是結網捕蟲的物種 最容易餓了 這隻狀經常吃不飽 長期處於飢餓狀態 我又找不到東西去餵牠 所以只擠了三條很可憐的蛛絲 攔在路上 幾分鐘後 這兩個人走過去了 我看清楚了 帶頭走的就是柳向晚 我從石頭後站起來大聲喊 柳向晚 你不要再走過來 這條路上有陷阱的 柳向晚聽到後 停下腳步 然後聲音震動地說 呃…是否你啊? 我便說是我 其實柳向晚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短短兩日時間 都不知道哪一對無形的手 將我們這兩個 本來一些關係也沒有的人搞在一起 我立即問她 柳向晚 你身後的人是誰啊? 那個人也停下腳步 站在柳向晚的身後面 用很濃重的口音跟我們說 還是老農田的大雲發 林奧禪、黃金銅和張書望在那塊石頭下用力握緊燈藥 他們也開始緊張,但他們卻沒有現身 我們之前商量好了,由我站在前面做出口 他們三人負殺伏擊,因為柳向晚看不到我 是不肯罷休的,卓玉的效力對我們倆來說是一樣的 但柳向晚卻不知道這藥的來龍去猛 所以他只是一尾跟著感覺走 而我知道少少底細,所以在外在表現上有點差異 柳向晚可以說他是一心一意要找到我 而我雖然我也很不舒服,但可以盡量克制著不去想他 柳向晚來到後,我的內心深處平靜了很多 我都不再心煩意亂,情緒低迷,完全回到正常狀態 那顆雀肉還在柳向晚的房間裡 由理論上來說,如果他拿著穿玉 是可以控制我的情感的 但他完全不知道穿玉有這樣的功效 他也不關心究竟有什麼掉進他的酒杯裡 我又不可以說明,因為那顆穿玉 現在還在李子豪的酒店裡 如果被李子豪拿走了,他再喝了那些由穿玉浸過的酒 我估計就會亂七八糟 所以飲油穿玉消失了 這東西留在世間上只會害更多的人 畢竟人的感情是不可以強行搶過來的 於是我就問 大宏發,我和你們老農團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也不知道你們老農團是做什麼 為什麼你要玩我這個乞丐仔? 我只是想平平靜靜過生活 不想有什麼大起大落 我也不想和你們這些人有任何瓜葛 你來做什麼? 大宏發哼哼一笑,接著就說 嘿嘿嘿,這位小兄弟 你沒有要緊張 我不是來為難你 相反,你向晚 是我從你家裡帶出來見你的 我知道你有些手段 我都不繼續向前走 但這樣隔這麼遠說話 我很浪費力 但是可不可以走迷少少跟你說話 當時我們相距大約20米 月色當空,那些山風吹得很厲害 吹到周圍那些樹傻傻聲 好有一種華山論劍的意味 我當然不可以就這樣相信他說的話 我才剛進入這個暗沙門的江湖 對面這個大宏發肯定就是那種浪蕩江湖的老跑 他就這樣三言兩語 就想讓我放鬆警惕是不可能的 於是我大聲喊 大宏發,你不要在這裡吹水了 我真的不想和你們有任何瓜葛 當時的柳向晚很懵懂 他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看到我這樣說,好像很奇怪地問我 我說,你做什麼? 大宏發不知道跟劉向晚說了什麼 然後劉向晚就跟我說 你放心吧,他是個好人 他只是想跟你聊聊,不會傷害你 我聽到柳向晚說話 沙邊就鬆鬆癢癢癢 但是我還硬忍著,然後說 我不聽 柳向晚就很急 你不聽的話 我就從這個山崖那裡跳下去 他簡直就是赤裸裸地威脅我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 他又不是沒有跳過柳 本身柳向晚就是脆裸的受害者 我又如何忍心叫他跳崖呢? 再說,如果他真的跳崖的話 那我的後半輩就會和我爺爺一模一樣 撈著這條爛捕,在街上蕩來蕩去 一時清醒,一時糊塗 別說要解雪玲瓏的蟲班 就算是普通的蟲仔 我也不想止以捉 我立即緩和了一下語氣,然後說 說話好好地說,不用這樣 既然你堅持的話 那你們過來吧 大王發就說 不要傻,我自己過來和你聊 當著小姑娘的臉 有些話不太方便說 聽到他這樣說,我就很負氣地說 那你過來吧 其實這個時候 來我拉豬絲的時間已經差不多20分鐘 那些豬絲早就化了 大王發再小心夜地走過來 來我1米左右的地方停下來 他走過來時,我才發現 他是一個40歲上海的中年人 他的皮膚有南風人特有的那種細理 他戴著一副金絲眼鏡 雖然看上去很斯文 但整個樣子都陰陽怪氣 他前面額頭的頭髮都沒有了 左邊有兩條很長的頭髮 打橫飄過頭頂 勉強蓋著他光滔滔的頭頂 他穿著一身黃色的幽閒服 手裡還拿了一個很大的皮箱 他用南風人那種特有的善情口吻跟我說 兄弟,你是個趕蟲 我吹了頭,他繼續說 那你想不想連我們老龍團 我把頭搖得像撥浪鼓般,拼命說不想 他繼續說 那你今年多大了? 他這樣問,我真的有點懵 我想了一下後,才想起我大概多大 然後我就唯有說 二十出頭了 大宏發笑了一下,從胸口拿出煙 然後遞了一支給我 我就不敢接 大宏發了一下,自己剩下多少條頭髮便說 我又不用那麼緊張 如果想有是你的話 也不用用煙來迷你 這樣就太低樁了 來來來,誰知道試試 我見到他雖然不像個好人 但這句話還算挺實在的 有些時候,人通的眼神 就知道對方有沒有騙你 我接過煙點著了他 心情放鬆了很多 看來這個老農團的大宏發 今晚就不會過來拿我命 大宏發吹一口煙出來 幾乎吹到我臉上,然後就說 你選擇的年紀本來應該正在上學 趕蟲也是個手藝 對呀,你怎麼弄得這麼差 我就說我因為特殊原因 不可以喝屋 他一點都不奇怪 看來在老農團裡 有各種古靈精怪的人 他就見多不怪 接著他繼續說 當然你想不想上學 我聽到他這樣說,整個疾住了 過了一會後,我再說 蛤?我沒有上學很多年了 沒有,我沒有學籍 沒有戶口 又沒有身份證 哪個學校會要我? 再說吧 我剛才說了 我不可以進屋 包括課室 大王花就笑了 嘿嘿嘿 哪有我們裸狼團辦不到的事 你如果上學當然可以 我這幾天時間 就幫你搞個老北大學的學籍 戶口身份證那些 都沒有問題 你還可以從大四開始上課 而且,上不上課都沒所謂 其實家事在大學裡 都學沒有任何正經事 學像你這樣 無非就是撈張文憑 雖然你這輩子 可能一輩子都用不到 但也算是 什麼年齡做什麼呢? 有個大學北約證 說起來也有頭有面 這番話說出來後 我就很懷疑 這個大王法究竟想做什麼? 它是不是瘋了線? 無緣無故搞個這樣的另類希望工程? 走到荒山野嶺這裡 找我這個乞衣獻愛心? 就在幾個小時前 它還陷害了我 想到這裡後 我就心直口快地說 你是不是瘋了線? 這句話一出口 我都後悔了 因為我在樓梯溝的時候 晚上沒有人的時候 經常都抹鼻涕流眼淚 幻想著不知道哪一天 我的重班會突然消失 我就可以和同學一起 揹著花書包 開開心心去上學 就算作業很多 我的成績不好 可能很沮喪 不過 只要可以學此 正常這樣我就可以了 其實我最脆弱的那條神經 被大王法刺激了 大王法聽到我這樣說就笑了 嘿嘿嘿 我沒有瘋 我也是有求於你 我需要你 在奧巴大學 陪柳香猛一年的時間 現在不是新學期剛剛開始嗎 去到明年夏天 我們的合作就終止了 你就可以拿到你的大學畢業證了 都未等她說完 我便打斷她說 慢著 我不想和柳向晚相處太長時間 只要李子虹不再打擾我 我就集中精力 解決卓藥的藥效 亦就是那尾雙屍藥 和柳向晚撇開關係 說完之後 我反過來對著石頭下面說 林慕蕾呀!你出來呀! 林慕蕾聽到我叫她 又從石頭下面走出來 我便指著林慕蕾說 這是我女朋友呀! 說這句話時 我的頭暈 那是脆弱的效力 林慕蕾很害羞地撞下了頭 大王法也有點尷尬 她撞了頭 她也沒想到這件事這麼複雜 接著她又說 當然呀! 當然呀! 我和你和你女朋友都扮一份學職 簡你倆都可以在一起 不過呢! 就不可以讓柳向晚發脾氣 難人呀! 現在要逢場作氣的時候 就要逢場作氣 不就是一年時間 你就當打工吧! 我就很心急這樣說 但是一年之後 我還要想辦法去解脆弱 大王法就跟著說 年輕人 我又不用這麼心急 熬都還沒說完 脆弱的事 你就不用當生的 我們裸農團 可以幫你解決的 不過 一定要在一年之後 我沈默走一會兒 我就想 就算現在我想硬來 用自己的力量去解脆弱 看怕用一年的時間 都未必可以完成 老龍團這個神秘的組織 有很多高人 她說這句話應該不是假的 對於我來說也不算吃虧 我又問 那李子豪那邊怎麼辦? 大王法就說 啊!這個啊! 那李子豪那邊出來的時候 談好了 那個李子豪那邊生氣得 有點癲癇發作 說條件的時候 我又跟她說 她是一年之內 不能糾纏柳向晚 一年之後 柳向晚還是她的女朋友 然後她提了一個 很奇怪的條件 說有五十萬感情損失費 其實她一點也不等錢花 不就是不服氣 她想為難一下你 而且她說 這五十萬一定是你王德綠 自己賺回來的錢 我又大聲喊 我不能碰錢的 大王法就笑了 哈哈哈哈 沒有花急 沒有花急 她舉了一下 手邊我的大皮箱 然後說 熬早就和你準備好了 不過 這件事你要保密 一個月給她五萬元 這是她要求的 一定要分期付 每個月都要付 你也知道 李子豪這個小孩 有些神經質的 我越來越猛了 那即是怎樣? 我隨口問她說 為什麼你這樣做事 你現在也肯? 大王法就繼續笑了 嘻嘻嘻嘻 我們有我們的手段 談妥了的話 你又同意的話 就說一下頭吧 當時我真是一個魂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